今天来录一些视频 今天我们来录一下BigTime 对吧 之前有关注我的朋友的话 应该有知道我有入手了一张银卡 然后已经回本了 然后因为下周其实就五天之后 翡翠卡它可以入场了 对吧 所以我大概说一下 翡翠卡该不该入场 你该不该入手一个 然后就适不适合你 不能说该不该 对吧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BigTime 它我们所有东西从官推进来 就叫PlayBigTime 对吧 它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从官推进来 然后BigTime现在有20多万的Follower了 还是不错的 然后从它的官网叫BigTime.gg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 如果你没注册 你就需要在Marketplace里面 注册一个邮件 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我这里说一下 就是这个账号 就是说其实多人打是安全的 我们号一开始的时候 有三个人在打 像一般一天有两个人在打 然后别人的号 也是一般都是 一开始上去干的时候 都是很多人在打的 它其实是安全的 所以如果有老板 就是你买卡 然后又让朋友打 或者说自己找人打 是安全的 为什么 我说一下 就是你在这里 你需要绑定你的谷歌账号 你如果怕 如果你担心的话 你就不要把你的谷歌账号 就是你重新注册一个谷歌账号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有一个2FA 对吧 就是你进来之后 它会要求你绑一个 谷歌的二部验证 你绑了二部验证之后 其实你的里面掉落的 所有的NFT的操作 你只要如果要卖的话 你都必须要通过这个2FA进来 对吧 这个验证码进来 让我们看一下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翡翠卡我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 虽然翡翠卡现在是最便宜的 但是不一定能回本 不一定能回本 我觉得我也算是运气很好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 我们爆了一个金的 然后卖掉了 对吧 爆了一个金色品质的东西 卖掉了 其实很多银卡 它没有爆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二个就是 如果你爆到空间的话 大概率也能回本 但是以我们现在 自己测试的爆率来说 我们还没有见过空间 就我们看一下space 对吧 space也是比较值钱的 对吧 space不管是怎么 还是就哪怕是小的space 也还是比较值钱的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纸的space 大的 纸的大的space 都有600多美金 所以space还是 就是如果你爆到space 还是值钱的 但是以我们现在自己的经验 感觉还不多 然后进来 如果你像我一样 以后 它基本操作是这样 如果它分了三栏 一个是in game 一个是item to sell 对吧 一个是你在挂兽的NFT 对不对 然后它是这样子 我们的玩法是怎么玩 比如说你这班下了 我这边我就会把你的in game item 如果你有爆了NFT 我就会给你挪到这个里面 然后我看一看我挂不挂 就我会商量的来 你们就自己决定 我只是告诉你 多人一开始共打一个账号 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基本上 它没有办法做出 特别损害你的行为 包括这是一个测试 对不对 到时候是会删档的 但是NFT会保留 它没法丢掉这个NFT 我说白了 做这个意思 它丢不掉这个NFT 所以你也没办法 就是伤害你这个账号 对不对 我继续说一下NFT的情况 NFT的情况基本上是 你可能可以 就如果只论这个本金的话 你可能可以通过打NFT 就是回本 就是这个翡翠卡 可能可以回本 但是 就是你的时间 就很难算得出来 就是你的时间 如果加进去算的话 就不一定能 能够回本 这个我必须 必须先在这里说出来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里面的称号 跟武器 我们基本上打出 这种低品质的武器 我们现在都不挂了 因为这个卷得太厉害了 那翡翠卡 玩家入场的时候 你们一开始肯定第一时间 也是先卖一些回本 对不对 所以估计就是这些低品质的武器 还是会承压的 所以这里反向我也提供个思路 像这种很便宜的称号 很便宜的武器 就是你可以考虑 要不要 如果你就相当于说 你不进预卡 对不对 你不进0.04的预卡 但是你进 你把这等量的钱 换成一点点 里面的NFT 说不定 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因为它NFT后面 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负能 对不对 不然暂时短期来看 大家都是挖题卖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是前面 就进游戏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的情况 然后你 还有一个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钱 并不是你打到的义务 并不是你马上能够收到的 你挂授了之后 基本上一周多快两周时间 它的余额 就是你卖出去那一刻开始 基本上一周多快两周时间 对不对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 就是预卡 预卡 现在是72美金左右 我刚才说 如果你换回来 最便宜的称号什么的 大概能换个30件左右 对不对 30件左右的预卡 然后就是 我说一下 如果你确实想体验 我觉得说实话 翡翠卡你进来 主要是以体验为主了 我说一下体验 就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这个服务器 它是比较卡的 我大概得跟你说一下 你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花在一些 并不在刷怪 刷NFT的时间里面 我这个我得说一下 我这个 录屏的电脑 其实没有玩过的 因为我一般在台式机上玩 然后它的游戏 其实对这个显卡 有基本的要求 是1060 但是我现在这台电脑 其实我这台没登录过 这台是极显来的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你看我确实是第一次登录我的号 登录 登录我的号之后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里面一些基本操作 我就不说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作为新手 你要学会一些 基本的一些操作 首先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叫做 爱因斯坦 大家现在基本上组队 是在这里组队 这是一个集合点 给大家看一下爱因斯坦 这是一个集合点 好吧 然后你一开始 你在旁边站着 说不定也有野队阻力 对不对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关于游戏内的东西 游戏内的东西 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你进来之后 你最好去买一块怀表 因为其实银卡的人很多 对不对 其实银卡的人很多 你最好去买一块怀表 T5T6的怀表 就是买一块怀表 这游戏其实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理解为 你看我身上带了这么多怀表 但是其实我只练一块怀表 对不对 我只练这一块怀表 其他怀表我都不练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怀表 就是你的一个角色 我这只是法师 对不对 我看一下我的其他的 比如说 你看一下我 比如说我橙色的T5的怀表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怀表 你看我点进来之后 我的rank 我的level直接变成零 我就变零级了 我就变零级了 对吧 所以你一开始 如果拿了一个很烂的怀表 属性很烂的怀表 你哪怕你的测试时间 只有两三周时间 你打到后面 你也会发现 你完全力不从心 这个游戏 它确实是很干 干度很高的 干度很高的 所以你 因为现在怀表 其实也不是很值钱 就可能二三十块 三五十块 好一点的 可能不到一百块 所以到时候我建议你去买一个 如果你入场的话 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怀表 至少打一个T5 至少打一个T6 T6的蓝色也可以 对不对 你至少打一个T6的蓝色 因为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T6子的 我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怀表 就是它的属性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 加了多少 68的energy 64的strength 对不对 然后什么max health 你可以看一下 同样T6的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就是拿一个白色的 白板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白板的 这个看不了 我看一下 这个白板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白板的 对不对 只加5的strength 它哪怕是T6 它也就说把它拉击得很 对吧 而且好的怀表 好的怀表是 怀表主要是要看一个技能数 对不对 那技能数 我这里不具体说 因为之前有一个金卡的大V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叫做翘臀科技 它之前有总结过一个 就是每个 每个法师的 每个职业的加点和这个技能 就是说白了 是有核心技能的 像我们的法师 像我法师是核心技能 是暴风雪 对吧 我们是有核心技能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你到时候进来去搞个 去买一个怀表 对吧 然后打个两三周 你会舒服很多 像我们才买了一个 像我当时才拿了一个T5的子 其实打到40多级 现在已经有点吃力了 我说句实话 已经有点吃力了 好吧 那我接着说一下 这个是你一开始 就如果你找不到队 你就站这里组队 啥的 就等 然后还有就是有药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做拉 就是有这些药 其实是可以囤的 但是一些垃圾装备 你就不要囤 垃圾装备 对吧 垃圾装备就别囤 你可以把这些 包括垃圾怀表 你也别囤 我们上次打 昨晚打完还没清理 这个背包 就是这个装备 你也别囤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游戏的服务器 现在真的是非常拉垮 非常拉垮 就是你要做好准备 就是 点屁是跟队友 点屁是队友 你要做好准备 就是你跟你的队友组完了之后 有时候出了副本 有时候出了副本 你都会被分流到 同个服务器下的不同频道 你都会看不到对方 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 不要惊慌 你到时候就跟队友商量着 多来几次 对吧 YY在打这个游戏是必备的 就是你必须要YY 我们一开始还有几的组 是微信语音 打好几个小时的 然后如果你发生了被分流的情况 你就return to lobby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退 你就小退一下 对吧 然后你重新进 比如刚才在APE 那你就重新再进APE 有可能就会那个 然后我得说 有时候这个是不准的 这个东西 它测算出来 这个是不准的 我建议大家在现在进来 还是选 尽量除非你真的是特别有追求 像就是来体验的 建议你还是选战法奶 对吧 因为它这个游戏现在是这样子的 就是人越多 它的NFT的暴力越高 所以大家还是基本上都是要组队刷 对吧 那组队刷需求量最高的 基本上就是法师 对吧 就是我这么跟你算 如果有6个人 如果有6个人组队 如果有6个人组队的话 你的正常配置 一般至少是至少 我说至少 现在你看就是有人 我站在这个旁边 我站在爱斯坦旁边 有人自己来组我 他可能看我等级高 他就来组我 然后38级他就来组我 那我先不打 我先接着录完再说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6人组 因为他组是最多就6人 6人组的话 那你现在基本的配置至少要什么 对不对 至少应该要两个战士 至少两个法师 对不对 至少对应两个法师 或者是三个法师 然后剩下一个 一般就优先要有一个奶妈了 一般优先要有一个奶妈 然后也有可能会搭配成 比如说2211 就是一奶妈一个刺客 因为刺客做任务是 单刷任务是很好刷任务 包括有些特殊情况 比如团灭了 他偷偷的隐身扶人 什么七七八八的 这都是很好用 但是说实话 就是在你打到这种 比如说我们打到40多级 因为后面会洗挡 我们打到42级 就不那么干等级的时候 我们就是见金门 就打的这种情况下 那其实大家是速通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然有也行 但是我只能说 在这个组队的需求量上 就是可能战法 都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那奶也不错 但是奶就是有时候 也会被喷 就战事如果打不好 也很容易被喷 你拉不住仇恨 你会被喷 对不对 然后奶 你如果太早去奶战事 你很容易拉仇恨拉走 对不对 就做奶不能乱奶 然后基本上 就是关于big time 翡翠卡你要不要入手 然后要不要进来体验 我想法就这样 在跑地图 什么的这些细节 其实你进来之后 都会有很多文档 包括如果你准备入手 你跟我说一下 我尽量把你拉到一个 反正我在的big time群 我都把你拉一拉 对不对 然后对你这样子 你一开始 不管是说你刚进来找 比如说找我们法师 一开始先带你刷到十几级 这样子 或者是你一开始去找组队 会方便很多 对所以我总结一下 就是说首先 你如果是纯靠打NFT 就是回0.04的本 应该是回得了 但是你的时间加上去 很有可能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是来 就说白了 就是来体验体验 包括它的前面你redeem掉都是有空头的 后面就是金卡银卡 肥翠卡都是有不同的空头 所以亏大概率不亏 好吧 然后你进来之后多人打多人干 一开始你快速升级 问题不大 因为你委托的另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去剥夺你的在游戏里的NFT 对吧 然后进来游戏其实就是这样 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就这服务器体验很烂 对吧 那你这个就是相当于说 你必须得花很多时间在组队 然后就是退服 小退再进小退再进 这个游戏体验实话说特别烂 就这点上特别烂 刷起怪来我是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游戏还是有些bug的 毕竟在测试 那他会慢慢的更新 我看昨天还是前天就上线了一个 就是时间系统 就慢慢的就是会有白天黑夜 七八八东西出来了 然后更多更细节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加我 对不对 你更细节的东西可以加我 我可以分享 其实我这些肯定也不是我原创 对吧 有一些游戏工会的这些资料 我当然是 就是我有著名 这个叫做翘屯科技 他是金卡大佬 对吧 他做两篇资料 其实都很详细 我到时候可以发给你们 然后包括 我可以拉你们进一些 big time现在有的群 为什么要进群 就是这个游戏 他现在如果只是冲着 说实话冲着NFT群 你还是要组队 就这么简单 你要组队 你就要在里面约人 对吧 约一个YY频道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